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 同样皇帝来问问题 齐波来回答 这第二段我也给大家先读一遍 不认识的字 大家可以把读音注下来 帝曰 于念其痛 心 为之乱惑 反胜其病 不可耕待 百姓闻之 以为残贼 为之奈何 齐波曰 福人生于地 玄命于天 天地何弃 命之曰人 人能应似使者 天地为之父母 天地为之父母 知万物者 为之天子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戒 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 不失四时 知十二戒之离者 圣至不能欺验 能存八栋之变 五圣更吏 能达虚实之数者 独出独入 虚淫至微 秋毫在目 这段话呢 皇帝的这个问题 倒是很简洁了 但是齐波在回答的时候 仍然很长很长 我们现在看 皇帝的这个问题 皇帝的这个问题是 愚恋其痛 心未知乱祸 反胜其病 不可更代 百姓闻之 以为残贼 未知奈何 跟上一个问题一样 皇帝最后的结语 都是未知奈何 应该怎么办呢 那皇帝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愚恋其痛 我想到他们的病痛 念 下面有个心嘛 是吧 我心里面 一想到他们的病痛 心未知乱祸 我的心 就因为他们的病 而乱了 并且祸了 这个祸也是一个儒家用语 四是不祸嘛 就是不纠结 不乱 不摇摆 这是祸 用朱熹的弟子 这个贞德秀 来注释 来注释这个祸的意思呢 就是不动心 这叫不祸 不动心 那他心就乱了 而且动了 反胜其病 反而超过了他们的病 不可更代 我这种 这种 为老百姓的心 是没有什么 可以代替的 百姓 百姓闻之 以为残贼 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情 那 认为 反倒认为 这些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 反倒认为 他们残害了我的身体 或者是 反倒认为 我残害了他们的生命 该怎么办呢 这句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标点的方法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古书是没有标点的 你今天看到这个标点呢 那都是我们编教材的人 给大家标上去的 但我们今天读到的 《黄帝内经》 可能同学们读到的 《黄帝内经》 也是有标点的 那你有的这个标点 其实也是现代人 给它加上去的 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事实上的《黄帝内经》 是没有标点 那你可以给它 有不同的断句的方法 那学会断句啊 学会断句 也是我们依古文的 一项重要的能力 我们教材的 这个基础知识里面 有断句这一章 那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看 断句的一些要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断句的要点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 还是 还是自己的这种功底 如果你学的是一种 应试教育 就我们今天中学语文 就是这种应试教育 这种套路 你去完成巨斗题 做这种断句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你可能考试能考到分 应付考试是可以的 一些标志性的 什么符以前就要断 什么烟啊 什么探词啊 就要断开 就要做巨斗 这些 比如说什么什么者 什么什么野 这些固定结构 要会断 那这些都是为了应付考试 但真正我们巨斗 考察的才是我们功底 大功底的地方 所以学问如何观点书 古人朝有这样的话 学问如何观点书 他怎么点 你就能看出 他的学问怎么样 那这句话其实在这儿 还有另外一种 点断的方法 叫 鱼念其痛心 为之乱或反胜 其病不可更代 百姓文质 以为禅贼 为之奈何 那怎么理解呢 鱼念其痛心 我想到他们的这种病 我就为之而痛心 想到他们的病治不好 因为奇博不是说了吗 毒药无治 短争无取 但疾病到一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 那就是治不好了 皇帝说 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很痛心 为之乱或反胜 就是我反而更加的心里面乱或 其病不可更代 他们的病治不好了 没有办法治好他们的病 百姓文之 百姓听说这件事情 认为我在残害他们 该怎么办 百姓知道 我没有办法去治好他们的病 认为我没有尽到一个君王之责 对吧 我没有能够治好百姓 让他们更和谐地在这个天地间生活 所以我们 所以中国古代老有一句话 叫上一治国 其次治人 我们医生治病的道理 和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 我们治国 也是要让老百姓 更和谐地在这个天地之中来生活 我们治病 也是为了让老百姓 更和谐地在这个天地之中来生活 一样的 所以祈礼 阴影 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没有办法治好他们的病 不能让他们更好的 其病不可更代 不能让他们更好的 在这个天地之间生活 所以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情 认为我 我残害了他们 我一直奈何 我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办呢 好 齐博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那我不是说病治不好了吗 对吧 我也想到他们病治不好了 我的心就很乱呢 而且还超过了他们的病啊 然后他们的病就治不好了 该怎么办 老百姓认为我害了他们 该怎么办 看看齐博是怎么回答的 齐博是怎么回答的 齐博说福 福不用说了 举手语气词 我们不用翻译 人生于地 玄命于天 人生于地 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地上 地球之上 这片土地上 但是我们的命是天给的 天给的 所以天给了我们命 地给了我们形体 天地和气 命是天给的 形体生于地 玄命于天 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这个系挂我们的生命 在天那儿 就我们的天是系挂在 系挂在天那儿 天地和气 天与地之气相合 命之约人 才能叫人 天地之气交合了之后 才能叫做人 这是想说 齐博是在干嘛呢 回答这个是在干嘛呢 你想想 皇帝说没有办法治好老百姓的病 齐博说 玄命于天 人生于地 玄命于天 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想说明什么 想说我们人的命是天给的 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 治不好他们的病呢 残贼了他们 以为残贼 这都是天啊 不能怪你啊 这都是天啊 命玄于天啊 唯戏在天那儿 不能怪你的 天地和气了 才能叫人 那天地之气不相合了 没有办法 后面一句话叫 人能应似使者 天地为之父母 什么样的人 天地能做他的父母 我们不说了吗 天地是我们的父母呀 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但是不是说 生下来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天的孩子呀 天能做我们的父母 不是每个人 都能做天的孩子 什么样的人 天来才能真正 做你的父母呢 应似使者 顺应四十变化 比如说 最简单的道理 夏天 应该穿薄一点的衣服 透汗透气 如果你夏天 偏要穿大棉袄 烤着火 那你过不了多久 你的生命一定没有了 对吧 比如说冬天 那我们肯定是要穿 厚厚的棉袄 要懂得保暖 如果你冬天 却去穿一个 这个 这个 葛布衣服 是吧 我们说 夏衣葛 冬衣球 如果你搞反了 这个冬衣葛 夏衣球 那这样子 你就不顺四十了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 大家会觉得 说你这个太简单了吧 我又不是傻子 难道我不知道 夏天要穿 这个夏天不能穿棉袄 冬天不能穿短袖 这最浅显的呀 我觉得是最浅显的 让你们都能理解的 可是有几个人知道 我们春天的时候 这个需要早卧早起呢 夏天早卧早起呢 对不对 有几个人知道 这个方面去顺应四季的变化呢 有几个人知道 我们必须要在十一点 夜卧早起 黄帝内经说夜卧早起 夜到什么时候 不能超过害死 不能超过害死 害死是什么时候呢 九点到十一点 九点到十一点 夜卧标准 必须要睡觉 那早上晚起 是吧 黄帝内经也跟我们说晚起 什么叫晚起呢 必带日光 太阳起了 你再起 这叫晚起 什么叫早起呢 雨季俱星 对 季一醒 你就要醒 这叫顺应四季的变化 天地四季的变化 这些可能 大家就做不到了 你们能做到的是 夏天要穿短衣服 冬天要穿棉袄来保暖 这个你们能做到 但我刚刚说的 可能你们就做不到了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天地要做你的父母 不是那么简单 你必须要顺应四季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那就是天人合一 你只有做到天人合一 天地才能够做你的父母 你才是天地的孩子 也就是天子 天子 什么样的人是天子 知万物者 为之天子 王斌对这句话 有个注释 什么叫知万物者 知万物之根本者 天地掌域之 故为曰天子 吴坤注释说 知万物则能 参天地 占华欲 是为天之子也 中庸里的 很核心的一句思想 占天地之华欲 这叫 参天地 占华欲 占天地之华欲 参天地 参照天地 也就是 依照着天地的规律 辅佐天地的规律去做 这叫 天人合一 这就是天人合一 首先你要搞清楚天地的规律 然后让我们的所作所为 顺应天地的规律去做 这叫天人合一 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天子 一样的 所以 做天子 首先你要知万物之根本 你要知万物之根本 也就是万物之道 这种根本 我们古人叫道 天地之道 就是你首先要知道天地之道 这样子 天地才可以养育你 你才叫 你才能够叫做天子 那 齐博回答的话 回到道正儿 讲的都是天人合一的道理 都是在说天人合一的道理 什么叫天人合一呢 首先顺应四十纪的变化 关键是还要知万物 知万物是一个前提 也就是格物之之 格物之之是前提 格物之之 用我们这个先秦时期的话来说 叫穷礼尽性 穷礼尽性 搞清楚万事万物的道理 和它原本的规律 穷礼尽性 然后才能够天人合一 然后齐博说了这么一个大的原则之后 后面具体说 怎么来做到天人合一 怎么做到天人合一 保命全新 现在你们能看到了 皇帝想问 用针刺去治疗疾病 怎么办 齐博回答了这么多 只是想告诉他 最好的 是不要生病 顺应天地去养生 你就能够保命全行 就用不到针刺去治了 用针刺去治 那是不得已的办法 那是下下策 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 上上策 首先 天有阴阳 人有 十二节 天地有阴阳的变化 阴阳消长 成为十二个关节 阴阳的消长更替 消长更替 少阴 少阳 老阴 老阳 这个阳明 太阳 少阳 对 太阳 少阳 阳明 太阴 少阴 绝阴 是吧 这种交替的变化 形成十二个关节 那我们人就有这十二个关节 去对应天地的阴阳的变化 人是哪十二节呢 王斌是这样说的 说人有十二节 十二个关节 合手足之三阴三阳 是吧 三阴三阳 这个太阴 少阴 绝阴 太阳 少阳 阳明 这三阴三阳 用我们人的十二个关节 去合于手足的这三阴三阳 所以用十二经脉 我们人有十二经脉 你们学中医基础理论就知道 我们这个也是 手足嘛 手足的三阴三阳 就变成十二个经脉了 三阴三阳六个经脉 再加上分手分足 所以就变成十二 这十二经脉 去应天之十二月 天之十二月 因为这十二月也是 阴阳的消长变化的 所以吴坤柱是说 寒暑天之阴阳消长 虚使人之阴阳消长 那天地 阴阳在消长 阴阳消长的变化 我们能感知到的 表现在外的 阴阳消长是它内部的规律 表现在外的 我们人也能够看到的 那就是寒暑的变化 那就是寒暑的变化 然后呢 我们人呢 也有阴阳 也有阴阳 阴阳也是内在的这种变化 阴阳消长的变化 我们用什么去看到呢 表现在外表的 那就是虚实变化 人体虚实变化 去感应 关于这一点 我想用十二节 这个天人相应之理 就十二节之理 也就是天人相应之理 也就是阴阳消长之理 就是我们 我们从什么呢 我们从一年 这个 立春开始 立春 立春之后呢 到春分 然后到立夏 然后到立夏之后 到夏至 夏至之后 立秋 然后秋分 对吧 然后到立冬 最后冬至 冬至你们不要看到这儿 你们看到这儿 会觉得不能理解 好像立春以后就是冬至了 不对啊 冬至我们是要对应这儿去 这个 冬至要移到这儿去 所以立春 春分 春分是对应这儿 冬至对应这儿 立春 对应脚 然后立夏 对应手 夏至对应头 立秋 对应手 然后秋分 对于胸鞋 然后 好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是 左边 升 右边 降 左 升 右降 左升 右降 首先立春 对应我们的 左足 然后春分 对应我们的 左斜 手 足 斜 中间有一个 尻尾 中间有一个尻尾 立春 立春的这个时候 就是天地之气 立春这一天 刚从严寒的冬天 开始破冰而出 这个 立春这一天 天地全是阴气 有这么一点阳气 开始从天地之中 伸出来了 那对于我们人来说的话 那就是脚底板 脚底板下面 全是阴 有一个阳气往上升了 往上升了 到了 往上升 升到一半的时候 春天一半的时候 就到春分 春分对应就是我们的左斜 一半的嘛 然后再往升 升到这个 阳气很胜了 那就是立下了 阳气 这个时候超过了阴气 阳气超过了阴气 这是 春分这一天是阴阳之气 对半 对半 阴气阳气各占一半 然后阳气超过了阴气 立下 最后阳气到达顶点的时候 下之 对于我们人就是头 就是头 然后呢 阴气开始长了 阴气开始长 阴气长了一部分 阴气出来之后就到立秋 然后到阴气继续长 阴气继续长 然后阴气跟阳气对半的时候 就是秋分 阴气继续长 然后全是阴气 就到立东 就到立东 阴气超过阳气 这个 这个 那就是立东了 嗯 好 就到我们的右主 所以是左升右降 左升右降 那找到我们十二 我们一年二十四节气 一年二十四节气当中呢 我们找到了 这个八个节气 然后对应我们人体的关节 我们人体的这个关节 最后冬至这一天 是阴气最盛的这一天 冬至一阳生嘛 我们说 冬至一阳生 所以阴气 冬至这一天 是阴气最盛的这一天 那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就是靠尾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叫会阴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叫会阴呢 就是所有的阴气 都会到这儿 是整个人体当中 阴气最盛的地方 那头就是我们人体 阳气最盛的地方 而靠尾 就是我们人体的 阴气最盛的地方 这跟动物的道理 是一样的 动物你不要去看 它的四肢 是吧 我们画一条狗 我们画一条狗 或者这些 那我们画一条狗 身子 尾巴 那它的四肢脚 什么地方阴气最盛呢 可不是这个脚的地方 而是这个靠尾 阳气最盛的地方 阴气最盛的地方 所以我们人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人直立起来了 直立起来 这只是四肢 而这儿才是阴气最盛的地方 这儿是会阴 所以找到我们人的这个关节 我们人的头 我们人的手 我们人的脚 我们人的靠尾 我们人的鞋 这都是我们人的关节 这个关节是可以去对应 天地之间的季节 这些节气 这就叫 人以四十之法成四季 人按照四季的运行运转的变化 而成长起来 在成长 按照四季的这种变化 所以这就是天人相应的道理 通过阴阳的相长 天地阴阳的消长 那我们人体阴阳也在消长 那形成我们的这些关节 这些关节跟阴阳是相对应的 那随季节养生 其实我们哪一个季节 阳什么地方也能出来 也能出来了 好 我们再回到 我们再回到这句话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节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节 这个 天有阴阳这一句话呢 就是我们古代 是这样子的 把天分成十二月 这十二个月分成六阴六阳 上半年为阳 下半年为阴 然后此消彼长 见次推移 上半年为阴下半年为阴 然后阳推推推 推了之后阴阳各半 然后阴在生长 阳在消减 或者阳在增长 阴在消减 他们就 在我们这个太极图 我们这个太极语 随着阳的增长 阴就在减 随着阴的在减 阳就在增长 所以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的 所以在树问的 生气通天论里面说 福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本于阴阳 看到没有 我们生命之根本 本于阴阳 生命的根本是本于阴阳的 在天地之间六阴之内 六阴之内 齐气九周九峭五脏十二截 皆通乎天气 皆通乎天气 所以我们古人是这样子看到 就是我们先要搞清楚天气 就是天地之气 天地的这个大规律 你搞清楚了 你在看我们人就很容易了 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 秀才学一 龙中坐鸡 那秀才学的就是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讲的就是 这些天人的这些大道理 你把这天地的规律都搞清楚 你在看我们人的规律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叫龙中坐鸡 你看 这是像音音对应的嘛 所以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对不对 天有寒冷 这个天的这种规律 我们通过 通过它的寒冷和暑热 来表现出来 我们人的规律 就通过虚和实来表现出来 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 不识四识 这句话 经本来是长的意思 我们经常说经常经常 经常常 那成为长的东西 那就是法度的东西 成为法度的 才是恒常不变的东西 它在这儿呢 本来是一个名词 恒常的 恒常的形容词或者名词 在这儿呢 就做动词 效法 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 能够效法天地阴阳的变化的人 效法天地阴阳变化 我刚不是说清楚了吗 天从第一月开始到最后一个月 它的阴阳在此消彼长的变化者 如果我们人能够去效法这种变化 效法这种变化 找到我们人体的一些规律 让人体的规律去效法天地 六阴六阳的变化 这样的人不失四十 就不会失掉四季 什么叫失掉四季呢 四季就不掌养他了 四季能够掌养他 那他就不失四十 知十二节之理者 知晓这十二节的道理的人 十二节向对应 就人体的这十二节 或者是我们人体的十二经脉 去对应天地的阴阳 或者我们人的这十二个关节 去对应 这个关节不是我们今天说的 关节疼痛的关节 就是聚合点 人体的一些气压 经络的聚合点 所以叫很关重重要的一些节 这种 这些 这个去对应天地阴阳的变化 那么就会甚至不能七零月 我们今天还说七零七零嘛 在这儿是超越超过的意思 那就是 无论是圣人还是智慧的人 圣和智是不一样的 圣是通达的人 通晓天地的人 智是智慧的人 通晓天地的人 智慧的人 都不能够超过他 都不能超过他 所以你要知道十二节 去对应天地 这个十二节 这种道理 能存八动之变 五圣更吏 能达虚实之竖者 独出独入 屈银之为 秋毫在目 能存八动之变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八动 有一种注释 认为八动是八风 为什么呢 因为风性主动 风性主动 所以八动 就是八风 那八风又是什么呢 八风又是什么呢 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我们说四季风 从八风来 所以就是八面之风 八面之风 我们除了东西南北 还有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是八面 八面 然后四季风 从八面来 所以八风指的 就是四季之风 四季之风 也就是四季之气 也就是指的是四季之气 还有一种观点呢 八是风木之树 所以讲的就是风 这是说这个八 不止八面 八本身就是风木之树 风木之树为八 我们对应的时候 木火土金水 对应的有数字 其中这个木 对应的数字 就是八 所以八风指的就是木风 风木 那就是讲 那这个八风就是讲风 也就是四季之风 所以无论是八面之风 因为八面之风 四季之风从八风来 还是八讲的是风木之树 总之这个八风 都是讲的四季之风 四季之气 那四季之气的话 有长和义的区别 对吧 那大家都知道嘛 我们的六季 我们中基 你们慢慢学中基的时候 学到六季 风寒鼠时造火 风寒鼠时造火 这六气 是自然界当中 本身就存在着的 六种自然的气候 是能够长养我们人体的 只是当某一种气候过度了 它才会成为六季 过度 我再一次跟大家说 银是过度的意思 所以六银就是过度的气候 只有到某种气候过度了 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 所以呢 这四十支气 就有长气和义气 长气我们也叫八正 也叫八正 就是正常的变化 而义气的时候 就是过度的 义气 我们叫虚邪这一封 才叫虚邪这一封 所以它说 能存八动之变 八动就是自然 四季的气候 我刚刚说了 四十支气嘛 叫八动 四季气候的变化 八动指的是四季气候 四季能够体察 纯吗 我们今天还说温纯 纯氧 在这儿是体察的意思 就能够观察到 能够体悟到 能够把握住 能够把握住 四季气候 风气 气候的变化 这样的人 才会五胜更利 五胜更利 讲的是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相克 什么是五行相生相克呢 那大家都学了嘛 这个木火土金水 这是相生的关系 然后金木水火土 这是相克的关系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这是相克的关系 那五胜 就是五行相克 五行相克 更利 交替为王 交替为王 这什么意思啊 四季 四季的变化 四季的变化 气候是 是这种相克 更利为王 见位为王的 嗯 见位为王 这就是利 这就是利 见位为王 这就是更利的意思 五行 比如说春天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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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而利 木 圣 为利 然后到了 长夏 那就是 就是土 圣 为利 就这意思 相生相克 所以一个人 能够存 这个存 能存八洞之变 能存五胜 更利 就是能搞清楚 五行相克 这些变化 那 一个是 一个是 四季气候的变化 有正常气候 和虚邪 贼风 然后还知道 四季气候 有 这个 互相更替为王 某种气候 为圣 能知道 这些道理的人 能达虚实之数者 还能够通达 虚实的道理 天地 阴阳 虚实 人体 虚实 这样道理的人 才能够 独出独入 独出独入 表示 表示 存乎一心 运用自如 存乎一心的意思 这个 运用自如 这个样子 驱银 自为 秋毫 在目 像这样 你才可以做到 驱银 自 微 驱银 我们教材有注释 指的是 人体细微的 病情 变化 和病激虚实 这个 都能 一一 明察 这叫 这叫 驱银 自为 秋毫 在目 秋毫 就是 秋天的 小毫毛 秋天 就动物到了 秋天 换毛 有好过冬 那秋天 刚长出来 这个毛 是极小极小的 比喻 极小极小的 东西 都一一 在眼前 那就是 看得清清楚楚 看得 非常的清楚 明白 那驱银 自为 秋毫 在目 驱银指的是 这个 疾病的 细微 变化 驱银 自为 疾病 疾病的 细微 变化 都像秋天的 毫毛 在眼前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 驱银 指的是 疾病呢 驱是 张口的 样子 银 是 生银的 样子 张口 生银 那就是 生病了 那就是 生病了 所以 驱银 指的是 疾病 带子 疾病 智微 就是非常微小的疾病 都能够清楚明白的 在眼前 好 这一段讲完了 这一段讲完了 又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这一段的主要内容 到底是什么 到底讲了什么 这一段内容 主要又讲了什么 我们同样 来梳理一下 这段文字的逻辑 读皇帝内经 一定要一段一段的 来梳理他的逻辑 皇帝问的一个什么问题 说 不忍见 百姓疾苦 如何救治 对吧 说 我们再看 大家可以拿着你们手上的教材 来看 拿着你们手上教材 看一下皇帝的这个问题 于念其痛 心未知乱祸 反胜其病 不可耕待 百姓闻之 以为产者 为之奈何 就是我不忍见 百姓疾苦 该怎么办呢 齐伯回答了几成 齐伯回答的第一成叫 福 人生于地 玄命于天 天地何弃 命之曰人 这句话 齐伯告诉的是 人禀天地 阴阳之弃而生 你会觉得他没有回答 皇帝的问题 皇帝问我怎么去治病 是吧 我不想 我不忍心见到老百姓病苦 我该怎么去治呢 齐伯回答的是 人禀天地 阴阳之气而生 然后下一句 人能应四十者 天地为之父母 知万物者 为之天子 这讲什么呢 讲我们人是这样子 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 在这样天地之气的 这种相合之下 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所以我们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顺应天地 四季的变化 这样子天地 才能够来养育我们 成为我们的父母 我们才能够成为天子 所以 齐伯 这一讲到这儿的时候 告诉我们的是 要懂得万物 生存 生长 让我们的起居 都要去顺应 四十阴阳 这样子 你才能够得到 天地之气的养育 而健康无恙 那齐伯有没有回答 皇帝的问题 当然回答了 皇帝说 我想到老百姓的病痛 我就非常的担心 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去救 老百姓的病 齐伯告诉他 天地 人的命是天给的 人的命是天给的 有些病 你就治不好 你就治不好 因为天地和气 命之约人 人悬命于天 人悬命于天 那最上等的 最上等的 治好老百姓病 救治老百姓 疾苦的方法是什么 让他们能够保命全新 能够自己去顺应四季的变化 让天地做他的父母 他们自己做天地的孩子 能够保命全新 那自然就健康无恙 这是齐伯回答的第一层 接着 齐伯还回答 齐伯说 天有阴阳 人有十二节 天有寒暑 人有虚实 这是告诉天人相应的道理 说正常人体 人体的阴阳而起 随天地阴阳的 消长虚实 而有规律的去循环变化 他接着告诉皇帝 我们正常人体的阴阳 本身就会随着天地阴阳的 消长而变化 所以如果你懂得顺天时养生 明白阴阳相长的道理的人 是最明智的 就不会生病 这就保命全新了 其实回答到这儿 齐伯就真的已经回答清楚 这就是保命全新 接着齐伯又说 能存八栋之变 五圣更利 能达虚实之数 堵触堵入 屈银之危 求好灾目 这个告诉我们的是 能通晓四十气候变化规律 及其对人体的影响 就能洞察病患 并灵活处理 从这一层就告诉了皇帝 从我们人保养保命全新 到我们去治病的时候 也要存八栋之变 五圣更利 也要知道四季阴阳的变化 四季气候的变化规律 以及这个规律 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以及对我们人体的影响 所以我们后世 在内经里面 这个五孕六气的 太过和不及 与流行病 还有常见病关系的理论 用热远热 用寒远寒等用药原则 以及后世 张元素的四食阴阳用药理论 都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后世 我们看张元素 在用药的时候 它会根据四季的调整 四食阴阳的调整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 五孕六气的 太过不及和长 这种关系 其实都是 都是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的具体的体现 这一层 首先它说要顺应四食养生 使自己成为天之子 天就是自然 大自然 不是天生的死盖 我说了很多遍 天子就是自然之子 所以顺应四季去养生 所以顺应四季去养生 使自己成为自然之子 这个说的是未病先防 就是每个人自己要保命全心 然后趋盈至危 指的是有病早治 就是疾病的细微的症状都会 也就是说天人合一的道理 一个方面是让我们能够未病先防 第二个方面能够让我们有病早治 然后天人合一的道理 把四食阴阳与人体阴阳互参 知常达变 知常达变 知道四食的常态是怎么样 知道我们人体阴阳变化的常态是怎么样 你只有在知常的前提下 你才能够去通达变化 从中推求患者的阴阳叙事 灵活处理 这就是整体考察和辩证实质 所以齐博怎么能回答皇帝的问题呢 回答了 但是他的回答需要我们用逻辑 去梳理一遍 把他这个逻辑关系梳理出来 你才能够真的理解 齐博是怎么去回答皇帝的问题的 这就是我们读内经总结的这个方法 那一定是要前后文 对照者来读 对照者来读 然后你才能够读懂